对于央视9月21日报道 天州三号货运飞船成功发射 在此次的货运飞船内 还专门为女航天员配备了专属个人物资 包括卫生用品和化妆品等 20日到载天州三号货运飞船的长征7号姚四运载火箭 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 200多个货包近6吨货物满载出发 天州三号货运飞船总师助理方方表示 天州三号运载的航天员生活物资 跟天州二号及以前在种类上是一样的 主要包括航天食品 水 服装 还有成员设备 以及载轨消耗 天州三号是为神州13号乘组提供上行货物的 由于神州13号乘组要在天上待6个月 它比天州二号待的时间多了整整一倍 尤其是食品 水 生活用品等是天州二号的三倍 这次天州三号上行再获得航天员生活物资 超过了三吨 后续会增加货物舱的能力 大量的货物通过大货运飞船运上去 同时也要配置一些小货运输系统 除此之外 春节是中华民族一个很重要的节日 所以这一次天州三号给航天员也准备了过春节的用品 天州三号货运飞船给空间站运送了大量的应急物品 主要包括两类 一是在面航天员45天的应急生活物资 二是在舱铁遇到紧急情况 比如说被击穿和施压的情况下带足了负压的气体